国家队歌手给我们的印象通常是高大上的 他们演唱着高难度的美声花腔或者民族歌曲 然而他们偶尔也会唱起首流行歌曲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接下来就来看看那些国家队歌手翻唱的流行歌曲吧 唱得太震撼了 完全不给流行歌手活路啊 被誉为中西合璧的夜音吴璧霞老师 最近翻唱了一首古风歌曲《广寒宫》 他音质纯净明亮 还运用了花腔细腔和流行唱法 为这首歌赋予了新的生命 再看看这卖剧只能说大佬不愧是大佬啊 腾歌现在可真是为音乐老顽童 什么风格的歌曲都被他翻唱而变 在跨年演唱会上 腾歌穿着东北大花棉袄唱起了《日不落》 如果蔡依廉唱的是《英国下午茶》 那腾歌唱的就是《蒙古铁骑》啊 说得寒蕾 人们对他的印象是声音大气磅礴的电视剧主题曲演唱者 但他在歌手中也尝试了摇滚路线 将《花房姑娘》重新编曲 融入了小提琴 三弦 口琴等多种乐器 再加上韩磊嗨爆全场的歌声 实在让人印象深刻 《思考的《为了浪亨所》 《爱越好青春》 《为了浪云所》 《在叶昂破全场》 《在海面上前者》 《为了浪云所》 《在叶昂破全场》 《威慈廉唱会》 《为了浪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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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ertebrage》 《为了浪云所》 《还有浪云所》 《在这个浪云所》 《为了浪云所》 《为了浪云所》 记得前段时间 一首《夏山最为火爆》 掀起了一阵翻唱热潮 我最喜欢的还是 龚琳娜老师翻唱的版本 新鲜的编曲 更加凸显中国风元素 原本的小师妹夏山 被她唱出了 祖师爷出关的感觉 最后就来欣赏一下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